近日,倪萍在采访中表示很关注青年演员发展,直言看完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后,被易阳迁徙的表现震撼到了。 她表示道,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真的震撼了,这么年轻的孩子把在苦难中挣扎得演得真好,真的被圈粉了,以后没有她的电影《我都看》可塑性非常大,她一定是特别用功自律向上的孩子,并且表示有她的电影《我都看》。 在青年一代的演员里,易阳迁徙一直都是被观众认可的,她非常优秀,用功在作品里,我们都可以看到易阳迁徙的表演。 也希望缺席以后越来越好。